施工道路旁又在出现大天坑 新竹县竹北市县镇7街早上传出瓦斯臭味 马路坍塌 县府赶紧封路 也暂停自来水及瓦斯配送修复管线 并且勒令建案停工 要求向周围住户说明 厘清坍塌原因 从未均裂过的地面 突然塌陷变成宽3米长6米的大天坑 竹北市县镇7街上午10点赶紧封锁 县长杨文科也到场关心情况 工地的施工造成瓦斯管线跟自来水管线的断裂 我们也立即请水公司跟瓦斯公司 已经把它源头关掉了 所以目前这个是不会有瓦斯外泄跟水溢流的情形 详细的真正的原因 我会请公务处等一下跟包商一起来检讨 是怎么样发生的原因 同时我们县府也立即决定 这个工地让它停止停工 同时也会依法来处分 附近居民一早闻到瓦斯味 不知道从哪传出来 直到近3米深的天坑出现 才看到瓦斯水管破裂 一旁就是去年开始施工的建案 县府赶紧勒令停工 并暂停自来水瓦斯配送 赶紧修复管线 也部署一条水线来警戒 县府要求建商须面对面 向周围住户说明厘清塌陷原因 我们有立即联络厂商包商 大清营造还有新业建设的何经理 立即的做了解 那因何经理回复是 目前他们一定会全力的做检测 那也会担起这个责任 我们这边也要求经理这边 一定要做全面性的确认 了解这个修缮的情形 以及摊塌的原因 周围有近百户与光明国小 担心天坑影响住宅结构与交通 住户希望落实地下雷达检测 与检查报告才能复工 捍卫居住安全